假如我们能够从诺兰所有作品中提取出一个关键词 那么我想这个词一定是时间 想说我确实弄懂了诺兰为什么会对时间这么感兴趣 我想从他经常提到的三个名字说起 那就是埃什尔 巴赫 伯尔赫斯 这三位不同领域的大师对他影响很深啊 在一次采访中诺兰甚至谈到 研究埃什尔的版画让他实现了某种创作上的自由 你可能会说 我靠这也太玄乎了吧 不就是几幅画吗 没错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 所以后来我研究了一个月埃什尔 又研究了一个月诺兰 希望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 能够让你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要想弄清是诺兰从几位大师那里汲取了什么 得先弄明白他们作品的绝妙之处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巴赫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这小调四声部副歌 它由一个声部的旋律先行奏出 随后几个声部以特定的形式 模仿并且复用前面的片段 这首曲子最多的时候 可以达到四个声部一起演奏 感觉就像是跟刚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曲子 这种创作方法也被称为副歌 我觉得它最好玩的地方在于 每一个音符既是自己旋律的一部分 也是下面和声的一部分 当几个声部错开时间相互角逐 听者需要在自己脑海中调整他们的位置 才能领会到全局的奥义 这有感觉听起来熟悉吗 陆地一周 海上一天 空中一小时 梦里一个星期 现实十个小时 观看诺兰电影的体验 与收听复歌的方法多么的相似 下面这首曲子来自巴赫著名的螃蟹卡农 一条旋律正向演奏 一条负向 两者对位 形成一个永恒的莫比乌斯环 没错 这也是记忆碎片的故事结构 黑白的部分正序讲述 彩色的部分逆序讲述 当黑白变成彩色 影片完成首尾相接 主角也陷入了自己制造的命运循环 如果以上例子还不能说服你 那么巴赫还有一首非常玄妙的无限卡农 这首曲子影响并且催生了后来的谢普德音阶 而这种音阶就是敦克尔克整部电影所遵循的剪辑逻辑 和富格有点类似啊 谢普德音阶也是由三条外形相似的旋律线组成 每条旋律相隔一个完整的八度 它的奥秘之处在于 当低音部分以坚强的音量逐渐升高 中音部分保持不变 而高音部分则以坚弱的音量逐渐淡出 所以当我们把三轨连起来循环听 就能得到一个永不完结永远上升的曲调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三条旋律线呢 分别想象征海 陆 空 就能理解敦克尔克持续带给我们紧张感的奥秘了 诺兰与巴赫奉险 诺兰与巴赫奉行的这种无限上升理念 被极易避之大城的作者称之为某种怪圈现象 只有埃什尔的画作解释再清晰不过了 比如我们沿着这幅画中的台阶走下去 哪里才是道路的最高点 或者我们沿着这条水渠走下去 哪里又才是水流的最低点 进一步说 我认为这样的怪圈 几乎可以囊括诺兰偏爱的一切电影技巧 因为怪圈之中 蕴藏着无限的哲理 他们可能是逆向 地龟 自制 对称 还有诺兰最爱的首尾相接 难得的是 诺兰擅长制造怪圈 却又不仅仅是在玩弄形式 他所构建的复杂结构 带给了我们更深层次的故事体验 我觉得把这一切玩的最极致 最内敛的一个例子 是《致命魔术》 片中的两位魔术师 如同埃射笔下镶嵌的形象 相互排斥 却又互为镜像 他们窃取彼此的魔术 日记 甚至是情人 却又被相同的执念所困 在做这些视频之前 我尝试过把这部电影里 所有相互对应的台词都剪出来 结果一共剪了四十多分钟 可以说 整部电影就是在这种 精妙的对位中 不断纠缠 不断攀升的过程 倘若说诺兰真的在 埃射尔的版画中 误得了某种创作的真理 那么我想 《致命魔术》 就是最好的证明 现在咱们再次回到怪圈 怪圈之所以怪 在与几条线索相交的部分 正是这个重要的节点 让平面变为立体 形成了完美的时空错觉 那么在诺兰的电影里 她在这个节点上 又做了些什么呢 我觉得诺兰真的 非常非常厉害一点 就是她深刻的理解了 时间不仅仅是一种视觉 同样也可以是一种听觉 具体来说 时间就是这个声音 诺兰是怎么玩转 这个声音的呢 在盗梦空间里 时间会随着梦境 层次的加深而逐渐变得缓慢 所以当诺兰用一首歌 传练起三个世界时 我们能够听到 歌曲的速度也在越变越慢 星际穿越则正好相反 弥勒星球的时间 与远远高于地球时间的速度流逝 为了加重这种紧迫感 我们可以听到 当库珀降落到这个星球后 背景中响起了钟表的声音 这个声音以每分钟48次的拍速演奏 如果你有心计算的话 这个速度刚好与地球时间的流逝速度等比 也就是说 时钟没想一下 就意味着地球上已经过了一整天 这还不算完啊 当巨浪即将袭来 紧张感达到顶峰 我们竟然听到 汉斯基默悄悄改变了这段配乐的拍速 在敦克尔克呢 怀表的声音几乎贯穿了整部电影 他们与心跳 鱼雷 和枪炮的节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最终在角色安人入睡的时刻 戛然而止 这就是诺兰巧妙地将时间注入我们意识的方式 他是埃什尔笔下 彭鲁斯三角的拐点 是巴赫让旋律对位的秘密 是电影里无数个时空 得以完成对接的方式 最后 我想来探讨一下诺兰电影中的时间主题 更准确地说 是时间与记忆的关系 在诺兰电影中 时间总是相对的 但是无论他们怎么变换 总有一条规则不能被逾越 那就是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不能被改变 正是因为这样的规则 角色才被记忆索困 为记忆扭曲 在无法抵御的时间洪流里 建造了一所 名为记忆的监狱 似乎在诺兰的电影里 时间永远是最大的敌人 但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 时间的全部吗 这里我们终于可以搬出 影响诺兰的第三位大师 埃根廷诗人 作家 博尔赫斯 没看过他书的朋友 我真的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他很多作品都是在 极其精巧的构思 讨论着无限寻回 寄予遗忘 这些永恒的主题 比如在他小说集 杜撰集中 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被诺兰呢 奉为是记忆碎片 镜像般的灵感来源 故事中 一个名为傅内斯的年轻人 因为从马上摔下 从此获得了惊人的记忆能力 凡是他看过的 听过的 读过的 都可以不再忘记 不仅如此 傅内斯还拥有 异于常人的感知能力 我们看到的是 远处的一匹马 傅内斯 却能只感到 马匹上扬的棕毛 奔跑时后腿的 力度 及其背后千变万化的 火焰与灰烬 但是 傅内斯却不能理解 马的概念 因为概念 是共性的提炼 是归纳 是忘却差异的抽象化 傅内斯 缤纷缭乱的世界里 只有触手可及的细节 和难以令人忍受的 精确时间 因此 他至死都没能完成 对美好童年的回忆 以感受不到 时间流逝的含义 在无法承受的重负中 死去了 波尔赫斯笔下的人物 是记得住所有事情 诺兰电影中的角色 是记不住所有事情 但是我想 他们都诉诸于一个 共同的主题 即 时间治愈记忆的两面性 一方面 时间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另一方面 我们却需要借由他 来完成对记忆的重塑 因为正是时间构成了遗忘 而正是遗忘 塑造了真正的记忆 是过去 在现在 呈现出新的意义来 我觉得这几乎可以用来 阐释诺兰所有电影的情感逻辑 比如在记忆碎片 主角最大的困扰 或许不是无法 完整地记起整个事件 而是无法感受到 连续的时间 因此 就不能进行真正的遗忘 在失眠症中呢 帕西诺饰演的角色 因为疾咒而失去对时间的感知 进而陷入了失眠与疯狂 在盗梦空间 主角掉进意识的边缘 在连绵无尽的时间里迷失 最终也在这里 完成对妻子的悼念 让妻子在自己的记忆中死去 与之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却更进一步的 是星际穿越 库克尔掉进了一个 由女儿记忆构成的超立方体空间 在这里 正是Murphy对他的爱意 让信息完成了 从五维到三维的传递 也完成了过去 现在与未来的对接 这一次 诺兰用回忆做引力 让爱超越了 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我不知道多少朋友 在听听上面这段话的时候 感觉有点肉满啊 没错 乍看之下 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好像确实有点简单粗暴 又或者是一种 在面对无影宇宙时的犬儒主义 但是我想说 面对科学尚且无法解释的时间 诺兰转身投奔于诗歌 这实际上也代表了一种 极大的信仰和勇气 如果一切终将消逝 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所爱的每一个人 都将深埋于地下 我们又将如何在无尽的时空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呢 在星际穿越中 爱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它是一种引领我们 代替我们超越时空的形式 某种程度上 电影 文学 以及所有包含记录性质的艺术形式 又何尝不是我们对抗时间 消化记忆的方式呢 幸运的是 9月4号 也就是本周五 我们期待已久的诺兰导演的新作 《信条》终于就要上映了 从预告片中其实也可以看出 这一次 诺兰是以逆伤的原理做依托 以蝶战的类型做包装 讲述了一个正序之中有倒行 倒序之中有包含正向行为的故事 而且根据我们编辑部 已经看过本片的同事的反馈 无论是从叙事结构 故事概念 还是视觉器官的呈现 信条都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 诺兰近些年作品的顶峰 所以真的也是强烈推荐大家 去电影院观赏这部电影 最后 在关于时间与记忆 这些终极问题上 艺术或许不能给我们答案 但是它允许我们去探索 而这或许也正是我们 如此热爱电影的原因吧 我们想感到相似 我们想感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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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最后的电影是 关于人生物 什么编着我们 什么分别 这种东西 但是那种构定 深的空间 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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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本期的 银瓶戏漫游指南 如果您想获取视频中的 相关资料 不妨下载我们的 集合网APP进行查看 这里没有答案 只有热爱 我是开开 我们9月4号 订阅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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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